欢迎社工所首次举办《马布隆基大部落一起》是几日 17号在原住民文化历史馆展出文创工艺作品 内容相当独元丰富 包括原住民的传统捐印 形染 手拉杯 缠绕画与编织文化等等 其中一位泰鲁阁族的工艺师陈婉莉 以植物通草的随心作画配上线条的美感 不仅形成一幅画作 也能发挥通草驱崇芳香的性质 让作品不只是艺术品 也具备日常生活的实用功效 现在因为我们整个这种的一个植物的一个经济 已经慢慢萧条下来 那我是因为想是说 我们要把我们这个比较 最近才传到我们台湾这个部分的 就是说线条的文化呢 把它发扬出来 就是透过我们的这个通草 然后呢 来让它结合了之后呢 做成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制作 每个人都可以挂在家里的 在此次市集中 化学室公所更规划手作的研习课程 陶瓷手拉杯的指导老师表示 虽然制杯的过程繁琐 但学员们能够耐住性子 专心参与 最终是开心地完成了属于自己的手拉杯 教学学程上面第一个定中心 中心定好之后 照着程序 然后开孔 破孔 一直到展形 然后基本程序用好 然后后面延续着就是做修胚 然后到最后的烧成 这很快的两个页 那他们就是学得蛮开心的 以缠绕画与泰鲁阁族传统 首编制的记忆课程 也吸引了许多民众前来学习 透过编织手艺结合绘画工法 创作出独特的作品 这条都是那个编织的 这边从这边都是编的 所以你就是想要把它 对 结合 对 马布隆吉他部落一起市集日 也将会在11月24号及25号 于花莲市自由广场户外展览区 举办动态展示活动 现场将邀请原住民歌手与团体 热情开唱 马布隆吉他的意思是我们一起 也就是欢迎民众一起来参加市集日 感受满满的圆民风情 记者综合报导